今天我早上刚睡醒 就看到手机信息不断在响 屏幕上显示的信息简报 都是在说一个人秦刚 我立刻睡意全无 再仔细看说是秦刚辞职 我就想这人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能辞职呢 所有人都因为跟我有相同的疑问 所以往上往下大家就讨论开了 秦刚到底死没死 我们既非福尔摩斯也非柯南 但是中共的暗乡政治 把所有人都要逼成福尔摩斯和柯南 这事普罗大众谁知道啊 问中南海去 但是呢 谁都知道的是 在老共那里现在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一切都按照高层指示 按部就班的对外发消息 多一个字 外交部门 党媒喉舌 相关的官员都是不会说的 去年在外交部记者会上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 当机式回答就是例子 不断说什么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循环往复 基本就是这一个答案 其实啊 今天发生的最新事件很简单 就是2月26号到27号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开会 这是为3月初的中共两会做准备的 而在会上提到的 有5名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被罢免 4名呢 则是辞去职务 其中啊 在辞职名单中赫然出现中共前外长秦刚 按照会后公告的原话是说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 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因为秦刚是顶着天津市人大代表的帽子 在全国人大混 所以天津为基础 啊 那么他辞职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也是经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来处置 然而呢 罢免和辞职在中共政治的现实语境里 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如果一个官员有问题 如果不被罢免 而是接受辞职 可能说明呢 相关人员会获得从情发落 那么问题来了 秦刚不是死了吗 欧洲中部时间的12月6号凌晨4点 也就是美东时间的12月5号晚10点 美国政体杂志欧洲版 刊登未署名文章 题目是 邢平正在进行斯大林市的全面清洗 这篇文章信息量蛮大的 但其中最惊人的爆料 就是说 今年7月底 中共前外长秦刚 已经在北京一家军方医院死亡 不是自杀 就是被折磨致死 这是第一篇 由西方全文媒体发布的秦刚死讯 虽然说得很婉转 说是引述几位知情人中 两个人提供的信息 声称秦刚已死 但是这也正是西方媒体的严谨之处 如果不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消息 像正体杂志这样的刊物 就不会提这茬了 那么自那以来 截至到目前所谓秦刚辞职一说之前 中共都没有任何辟谣的动作 类似说秦刚死亡的爆料还有很多 我掌握到就有另外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去年9月得到的相关爆料 还在去年10月24号的时候 在节目里透露给大家 是体制内 而且是在大陆搞媒体的人亲口说的 说北京体制内高层早就在流传 秦刚在北京301医院注射死亡 是被整死的不是自杀 第二个是我去年9月看到的爆料信息 说秦刚是被注射死亡 还有两则临终遗言 一是霍布吉妻女 二是30年内不公开罪名 他在死前的8月5号 把很多自己掌握的有价值信息 包括跟日本及台湾的情报机构 接触信息 部分联络者的信息 全都抖落了出来 随后在301医院以注射方式处决 冠冕堂皇的说法 就是心脑疾病不治身亡 临同政体杂志的报道 那现在我知道的 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消息源 说秦刚已经死亡 那当然 先前有三则爆料说秦刚没死 一则是来自英国一家媒体 是说秦刚被关押在北京一家军方医院 很可能就是301医院 但那里没有拘禁设施 应该是属于软禁的状态 二则是来自大陆民间爆料 说秦刚因为通敌 威胁到习近平政权 被注射脑死亡 直到今年9月份仍是被插管养着 9月以后是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但如果真的是脑死亡 这个人也就变成活死人 生命已经是倒计时 很难维持长久 应该也是早已允命 按这个爆料来说 其实也就变相说明秦刚死亡 三则是来自日经亚洲 他没说秦刚死了 而说秦刚仍然等待着刑事立案 或者是惩罚措施 至少在我这里 秦刚生死与否 消息来源的比例是3比3打了个平手 那为什么长时间以来 人们对秦刚死亡的印象这么深呢 我想这与中共密不透风的消息封锁 还有外界不断传说秦刚死亡 他也无动于衷的表现是分不开的 直到现在 中共说什么接受秦刚辞职 也没有让秦刚出来走两步 因此这是中共故弄玄虚 营造秦刚未死的假象 反击外界对中共内乱失控的推测 还是秦刚确实没死 而是长期秘密关押 目前中德从轻发落 依然没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从常理上推断 现在中共高层习近平一人独大 党内围洗手是瞻 他要一个人死 他活着也得死 他要一个人活 那死了也得活过来 那是这个情况 那么秦刚死对习近平好处是什么呢 坏处又是什么呢 他死了 好处只能是威胁所有潜在的反叛者 下场残烈 展示习近平对背叛的零容忍 哪怕是自己人也不行 同时执行了内部家规 肉体消灭了一个叛徒 仅此而已 但坏处可能更多 因为现在的中共高层 全是习近平亲手提拔上来的自己人 秦刚更是其中的代表连跳三级 当初傲视群雄 甚至传出可能是邢平的未来接班 这样的人犯了错 邢平都是零容忍 即便是按内部家法处死 也会令其他习跟班心寒 认为习毫无情面 跟这样心狠手辣的老板混 大家心里都要防着他 这其实是一种不良的政治后果 会造成圈子内人心疏远 离心离德 所以如果邢平及其幕僚 看到这一步的话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 秦刚就算是死了 他也必须是活着的 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 也许这种例外更为可能 就是秦刚之前得意的时候 过分嚣张 把新平圈子内的人 就比如王毅都得罪了 那这种时候 人人都想置他于死地 秦刚死了 反而对习不是坏事 从目前的情况看 至少中共外交圈子 对秦刚是不满的 比如王毅 比如先前在美国被问到 秦刚下落的中共驻美大使谢峰 他当时被问到 秦刚怎么样的时候 回答说 我们等着看吧 同时笑的那个 小人得志的那个样子 令不少网友都印象深刻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但外交系统以外还有没有呢 从中共官场常态来看 谁要是冒头冒得凶了 可能会被集体往下踩 那是个妒忌横行的逆向淘汰制度 所以从秦刚当初的受宠程度 上升速度来看 他的迅速升迁 在新平内部圈子中 可能对其他人是一种威胁 少一个他 就少了一个分享权力的有力竞争者 因此在其他环境中的常态 反而在中共这个畸形体制里 会是不正常的 应该这么反过来看 就是所有人都想着看秦刚的笑话 甚至为他的出事 乃至于死亡幸灾乐祸 如此解读的话 秦刚自己被抓住了大把柄 想解套是很难了 我想这是为什么 先前秦刚死亡的可能性 能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另外一个角度说 不只是秦刚跟外界失联如此之久 李玉超 李尚福都是如此 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生死不明 以至于李玉超一众 跟火箭军有关的中共将军 落马之后 也传出过关于他们被处死的消息 但是当然都不是官方发布 官方发布的有一个人 就是前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 但却是在他死后 密不发丧将近一个月 才正式公布其死讯 民间爆料早说 他是面临调查 从而自杀死亡 而官方复告则说 吴国华病死 但不管怎么说 吴国华是被官宣死亡了 但其他人没有 为什么不呢 这也是问题 而令我相当疑惑的是 很少见中共当局 把这么多高官拿下之后 这么长时间不报生死的 出现这个现象 我想也是因为习近平权力太大 一切以个人意志转移 原先的规矩 甚至是一些消息发布的内部规范 都可以不再遵守 习不想让说 那谁都不能说 好 说到这儿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 秦刚死 反而在中共这样的畸形体制内 比较符合逻辑 他已经落马了 活着对习也没什么用 习也完全不会在乎 因为弄死秦刚 外界会觉得他残暴 他可能反而会引以为傲 因为共产党的官员 就是反普世价值而行 用恐惧来治理的 所以其不会因为秦刚死 而有任何的道德负担 中共完全可以用罢免的方式 来去除秦刚于下的职务 秦刚的对手们甚至会暗自欢喜 至于说罢免之后 是不是给外界什么交代 那也是心平一拍脑的事 完全可以不用按规矩行事 但是这么符合逻辑的事 中共当局却不顺水推舟 偏偏要抛出一个 秦刚可能还活着的信号 说接受他的辞职 我觉得心平当局 可能是没有太大必要 去捏造这样一个消息 对自己对局势 没有任何加分 而且像吴国华死亡有通报 虽然迟 但是秦刚依然没有 还有其他的中共的高级将领 那些落马的都没有 其实我之前是95%倾向秦刚死亡的 因为觉得这太符合逻辑了 但根据目前的最新消息和分析 说实话 我是觉得对我来说 这种可能性已经降到了70% 但毕竟现在秦刚人还没有现身 我们像以前一样 只说观点不下结论 咱们继续观察 还是那句话 不管世界怎么乱 咱们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上期节目跟大家推荐 普瑞唐的玄宝黑身的原生产品 已经有一些朋友购买和咨询 因为它的保健功效非常好 补充元气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抗癌 抗肿瘤 还能滋养五脏六腑 特别是它经过了 具有400年历史的古法制作方式 久争久铺 去除了造火性 任何年龄 任何体质 任何季节都可以使用 是保健佳品 也是馈赠亲友的 很好的选择 您点击我节目下方的优惠链接 再输入我的优惠码 DY2023 就能享受全球免费优寄 省下不少钱 需要再跟大家说明的是 玄宝黑身的原生产品 跟玄宝黑身口服液 两款产品都在优惠链接的网站中 两者的区别是 普瑞唐的玄宝黑身原生产品 专门挑选的是六年生的高力身 筛选出这其中 个头大 分量足 品向好 根需完整的整颗人参 配以野生蜂蜜制成 没有任何防腐剂 每颗原生都使用独立真空包装 新鲜酒 口感也Q 民买的每项包装中 含有15到16颗 这样每一颗的独立真空包装的原生 总净重超525克 那么玄宝黑身口服液 是黑身经过提炼熬制成的液体 每箱20包 每包70毫升 而刚刚说的玄宝黑身原生 每一颗都含有约 5到6代口服液的有效成分 以上是两者区别 那原生跟口服液 两者的共同点是 都没有任何防腐剂 开袋后直接食用 身位醇厚 回位无穷 那么黑身和口服液 您点击节目下方链接 再输入DY2023这个优惠码 都能得到全球免费优寄的实惠 也许我们的产品 以后也会卖到中国大陆去 看大陆的政治形势怎么变化吧 现在美国可是放宽了 对中共空中运输准入的条件 美国运输部2月26号宣布 批准增加中方航空公司赴美的航班数量 3月31号开始 将由目前的每周35班增加到50班 这将使美中之间的航班数量 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近三分之一 为什么增加呢 就是有需求嘛 要禁美国的中国人太多了 很多高官家属也是如此 大纪元采访了一位 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 他说从副部长到各级高级领导的子女 要么已经离开中国 要么正准备离开中国 许多高官的子女按他的话讲 就是红二代家族的王子公主们 已经失去信心 这些拥有大量资金的人 不再将钱存入银行 因为对银行也失去了信心 对新平的批评到处都是 一些高级财政官员甚至私底下议论 有必要宣布政府破产 目前实际的GDP增速低于3% 与2023年官方数字5.2%相距甚远 实际上已经回到了 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代的水平 他也说每个人都感到形势危急 感到害怕不再被信任 金融危机导致北京之外的省市 五分之一的公务员领不到薪资 温州的问题很严重 四川情况更糟 公立医院的情况也很严重 医生的工资很低 因为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没钱了 那在上海一些医生每月的收入也很少 人们清楚地知道当局隐瞒真相 他们在观看一个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皇帝 独自行使权利 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时代以来都未有过的 新平已经失去了现实感 他周围都是追随者 他们奉承他并向他隐瞒真相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空洞的房地产项目 一个比喻 不惜一切代价 争夺金钱 损害社会 普遍自私 这都是这位受访者说的 他的观点 他还说高层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统治 教育体系已经是直离破碎 只有私校机构的教育仍然可信 并受到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的追捧 那么这位受访者对于习近平的未来 并不是乐观的 他认为中国不可能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我们正在目睹权力队伍 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行动 所以人们在等待着 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任何可能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宣判今期 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查看我们的这顶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